大家好,我是杨子,来优酷国际版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蟹,和我一起沉寂至追剧吧 龙鳞,这是当时余墨放在仙君身上的龙鳞 九七龙鳞乃是灵根所化,坚硬无比 好好放在仙关当中,不可能有破裂的 果然有人谋害了仙君,拿走了他们的仙灵 借此练得乾坤淫 三界之中,有能力试杀帝君的只有一个人 那便是天地 事关重大,我自责物旁贷 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我们不可贸然行事 否则,就会深陷险境 燕丹,你还是先回叶兰山去吧 你是帝君,一举一动皆被瞩目 若我化成一个小仙士 反而进出许多地方,更不易被察觉 况且,陆明在藏书阁中留下那个墓盒 我必须要弄清楚,到底为何意 既然你要选择一起留下来 我会护好你的安全 先君 我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先君是余末的恩师,在凡界暗杀你之人 又与九秦灭族脱不了干系 以余末的性子,必定会手刃仇敌 我这就传信与他,将我们所查知识告知 待我们找到施政 可在百先觐见之时,与天地对峙 但此时,我们还需九七龙鳞,一眼乾坤也 哪个不要命的小崽子敢打扰本帅休息啊 颖元君,你怎么在这儿啊 老元帅,我是来智慧你一生 今年我让你留下的房间 现在有人要来暂住了 我来,是给他添置一些物件 这房子本来就是你弄来的 你想带什么人就带什么人 只会我做事,只要不搭交本帅休息就好 颖元君,你要带来的是一个女娃娃 老元帅,日后有人与你同住 你若整天酗酒的话 这样下去,有失体面 色归好蛋 嗨 等最后,再次喝 unconscio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